好 这集小刚在那边想跟大家分享一款 非常适合 日用啊 听着是日用啊 就是daily use的这种 陀飞轮啊 听着是陀飞轮啊 Torbeon的表款啊 而且是名表啊 听着啊 是新表 不是二手表啊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很好奇的问 诶 陀飞轮欸 陀飞轮这种 动不动就是几百千的这种工艺啊 就是十几万的 而且工艺也非常的复杂 不简单的 那这种是基本上是收藏多过拿来佩戴的嘛 对不对 那随随便便价格就要六位数起跳了 那怎么可以适合拿来日用呢 那对小刚真的跟你讲你没有听错 这一款今天要讲的是真的是绝对绝对适合 日用百大的这一款陀飞轮的表啊 为什么叫日用又可以百大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 第一要讲一讲外形哦 这个是豪雅 Tag Hoyer Curella 那说到Tag Hoyer 泰克豪雅 那大家不用讲了 也是这个基本 这种瑞士的这个名表品牌之一啊 这个传统的大品牌哦 绝对不是什么那个小众的这种品牌哦 那他给到价格我们等一下再聊一聊哦 非常讲到第一外形嘛 非常有运动风格 也就是一看下去很sporty的这一种啦 这种很热血的风格啦 那这一种外形大家也知道目前 是这一种消费者啦 也是晚表啊 在2022年当中啊 非常喜欢的这个口味啊 那这一种非常有运动风格的 因为这一种风格的这个表款啊 这基本上可以讲是 什么场合都可以适合佩戴 什么场合都非常适合上手 那表盘的刻度也有夜光哦 这个就真的是绝对符合这个日用的条件啊 再来第二哦 防水哦 这一支表哦 虽然是驼飞轮哦 他防水已经做到高达一百米哦 那你要知道哦 不是什么症状啦 然后那个讲究这个驼飞轮啊 基本上是这么只跟看不能用嘛 中看不实用啊 这个不是哦 他完全已经高达一百米 完全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种 几百千的驼飞轮美是美 不过当然他那些几百千的驼飞轮又K金啦 啊 等下又这个超薄啦 又这个阵装啦 基本上防水又只有三十米啦 洗个手都嫌麻烦哦 买了几百千的表 只能放在家里多过拿来用啊 对不对 这一支完全不是哦 那第三再来讲 这一支表演搭载了即时功能哦 哇你要讲哦 即时功能也是很少这一种 你知道吗 陀飞轮会结合的其中一项非常就是道地啊 非常道地的这一种功能啊 多了更多的这个玩法哦 再来第四哦 豪雅02T哦 这个机性啊 是自动上链的机性哦 这一点很多人也是不知道哦 而且是高频率的这个4hz 两万八千八百平正率的 高频的陀飞轮机性哦 那这里要提一提哦 很多人可能不懂 陀飞轮一般上都是 以手动上链居多的哦 而且在就是他的这个频率 就是他也是基本上在3hz左右啊 那这个已经去到4hz 非常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机性哦 那而且这个机性 豪雅做的就是非常的实用啊 动力储存也是高达65个小时哦 而且自动上链的好处也是 不怕好像手动上链啊 会这个上段的一个罚条 或是容易出故障这样子嘛 那再加上这个是有导柱轮 这个columnview啊 这个垂直离合啦 这个这种高性能的即时机性 而且还是天文台哦 不要忘记哦 COSC C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等级的这个规格哦 那第五是这个表克的材质哦 那讲讲这个表克是在45mm左右 那豪雅选用了这个 第五级的这个钛金属哦 就是Grid 5的这个Titanium 那上手是非常的轻哦 而且也不容易会刮伤哦 因为他是用这个 啊第五级的这个最高等级的这个钛金属哦 那再来第六级的是要讲一讲价格啊 谈到热用啊 就一定会讲到价格啊 因为也意味着价格必须清明 当然必须是这个刚刚刚提到啊 名表大品牌之一嘛 因为你总不可能带一只几百千 然后这个这个六位数天 天价位的这一种表天天在日用嘛 对不对 这样你去想的话好像有点不实际啊 那所以在价格合理范围内呢 选购一只合适的日用名表呢 那这绝对是这个考虑的范围之内哦 那而且这就是小刚要说到的豪雅这一只陀飞轮哦 恰恰就是这个价位哦 马币星表八万多这个价位哦 最容易入手到你这个陀飞轮的表款哦 真的是马上就可以圆梦毕业啊 呵 就是我们说发梦啊 睡觉发梦都想收藏的一只 诶 陀飞轮的表款哦 那而且豪雅的这个品牌啦 知名度啦 和他的这个历史啦 也不用我小刚哦 去拿来和一些小众的品牌来做比较了嘛 对不对 那听完我说的这样是不是觉得 诶 感觉这整只表呢 就是平常日用这个 诶 通勤日用都有的这个 该有都有的这个规格 可是他就是一个真正顶级 哦 万表才会看到的这个 这个陀飞轮规格的这个表款哦 那不是一般般的这种机械表哦 据我手指的马来西亚 目前只有这一只哦 非常有幸运可以看到 所以赶快借来拍摄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哦 可以到这个Mid Valley的这个 吉隆坡Mid Valley的Garden哦 这个豪雅 Tag Hoyer的专柜Boutique这边去看一看哦